我发现很多人在面对别人恶意投射的时候 尽管我之前讲了投射的原理和处理方式 还是有很多人面对时呢 就委屈了 感受到对方没有看见自己 好 今天就教大家四个公式 来快速解决别人对你的恶意投射 第一 识别投射 有人说你做一件事的初心有问题 或者说直接评判你这个人如何恶劣 如果你本身确实没有对方说的那些决心叵测的用意和恶劣的行径时 你感受到了委屈 愤怒的情绪 甚至产生想怼回去的行为 你首先要意识到对方在恶意投射 第二 如何反弹对方的投射 就是你用冷漠脸的表情指挥一句 哦 OK 如果对方和你并不熟 你可以直接冷漠脸看着对方没有任何情绪反应的 不接话茬 即不回应 如果是有其他空间可以去 你就直接忽视对方抽离开这个共同的房间 为什么 想想看啊 当你非常愤怒的去控诉一个人 对你做了件 你认为对方伤害你的事情时 或者他认为你伤害别人的时候 对方用上面的方式回应你 请问你生气吗 是不是更生气了 这就对了 所以反弹对方的恶意投射 用冷漠脸不回应的方式 对方也会更生气 当对方恶意投射 其实是对方有这个问题 所以第三 当你意识到对方投射的时候 你要马上反应过来就是 你是对方的镜子 对方控诉你的问题 其实是他才有的 也是他正在做的事 第四 对方恶意投射你的问题 其实是他自己自我厌恶的点 既然是他才有的问题 他在做的事 你要明白 这件事他做了 他内心并不接纳自己有这个问题 也不接纳自己做这样的事 他厌恶鄙视自己做这样的事 通过以上四个公式 你就可以迅速明白 对方这么多信息 以及反击对方投射的方法 所以你要多加练习 那如果你不仅可以轻松做到以上四点 你说我还有情绪怎么办 因为确实啊 别人恶意揣测你 投射给你不属于你的问题 情绪会让我们很愤怒 那么允许自己愤怒 甚至你想怼回去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明白 第一 你怼回去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给自己伸张正义 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那么没问题 因为你有权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 但是 如果你想让对方停止这样的行为 甚至闭嘴 不再评判你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资恋问题导致的控制欲 你必须放下这个控制欲 因为你无法改变对方 对方是否在评判你 恶意揣测你 煤气冬 操控你 道德绑架你 都是他的自由意志 和你无关 你也改变不了对方 你需要做的是 你需要做的是放下你的试图改变对方的执念 因为当你试图改变别人时 其实是你的创伤点被激发了 你想控制别人和事情按照你期待的方式进行 而当别人并没有或者当事情并没有按照你的期待去做时 你受不了了 你接受不了 所以你愤怒 那这个是你的课题 你的那家小孩想控制别人不去伤害他 那你需要和自己的那家小孩沟通 去安扶他 去保护他 并且允许他在一个抽离的环境里 释放自己的愤怒情绪 如果一个小时不够 可以两个小时 甚至两天去释放这个愤怒情绪 只要你不对着别人就可以 记住 允许别人做自己 也允许自己做真实的自己 第二 如果你怼回去了 你是否可以承受住相应的时间精力的损耗 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怼回去了 对方不说话了 那还好 如果对方开始点煤气灯给你 让你更自我怀疑了 你是否能分辨出来 并且开始用四步原则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可以点下面的链接来应对对方 如果对方情绪勒索 道德绑架呢 你是否又能分辨 并且坚定自己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还是说你会听对方的话 然后放弃自己的底线与初心 允许对方掌控你的思想和行为 在怼完对方后 你是否真的发现问题解决了 自己不生气了 完全恢复平静了 还是说你更生气了 更消耗自己了 如果是后者 那你要明白 你自己对于羞忍辱这个课题 还没有完全彻底的解决 那你需要修炼自己的内心 你要明白 对方刚开始能做出恶意投射的事情 是因为你们本质上不同品 你去和对方解释或者争辩 对方可能并不能理解你的意思 因为他本来就是因自身的局限 导致他无法看见别人真实的样子 才会去投射 不是吗 那你去解释 去争辩 那就是对牛弹琴 他不会明白 也不会理解你 会理解你的人 压根刚开始 就不会恶意投射给你了 所以面对一个人的恶意评判 或者投射 最好的解决方式 就是四部原则 好 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们再拉高一点档次 如何用更智慧 更合一的方式 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佛教里面我们讲 每个人原本都是佛 但是因为我们累世的习气 还有有些人 他前世处于六道轮回中的恶鬼道 阿修罗道之类的 那这一世呢 为人呢 他是带着这些恶习的 那你明白他处于这个位置 你看得到他的无名 因为他还不适应人类这个环境 那么你理解他的处境 因为我们如果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旁边的人都是想着怎么害你的 你也可能像他一样 下意识地认为 别人都会恶意对待自己 不是吗 那你理解他之后呢 看到他的局限 接纳他的局限和无名 怀着慈悲心去面对他 允许他做自己 同时允许自己成为真正想成为的人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远离对方 和对方保持物理距离 让自己恢复内心平静 同时意识到他也是我们众生之一 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还处于这个状态 那么就祝福他早日解脱 而你继续修自己的内心 不去评判他 不去称恨他 宽恕自己和对方 如果可以的话就好了 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 最起码我们做到不评判他 也不称恨他 也是成功 那以上就是我教大家的四个公式 来应对对方的恶意评判 以及觉察自己 并修正自己内心的方法 请你在生活中多加练习 因为当你熟练掌握这个公式 以后任何人对你的恶意评判 你都不会放在心上了 对方对你的恶意评判和投射 其实还为你消业了呢 这也是佛教里讲的 因果不虚 三世因果 很多时候你看不到 可能你上辈子也是这么对他的 所以啊 祝福他吧 也请坚定的继续走好你自己的道路 你的经历就是你的 不一定别人都会理解 也不一定都会认同 你知道自己在干嘛 就可以了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问题 欢迎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您点赞订阅 并开启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